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世界品位东方魅力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超凡选择卡姆甘毅 分享让飞行更愉悦 长荣航空 纽约人寿 传家之宝 联合赞助播出 加州立法限制私人开采地下水 美国推出首辆3D打印电动车 各位啊 欢迎收看今天9月18号的凤凰 每周新闻让我们先来关注头条消息 美国加州连续三年遭遇严重干旱 为此加州州长布朗日前市签署了一项法案 规定加州今后不能将地下水作为私人财产进行开采 根据美国商业周刊的报道 加州是美国西部唯一一个没有对开采地下水进行管制的州 统计显示 通常情况下 加州全州大约有40%的用水来自地下水 而在干旱年份 地下水更是担负着大约60%的居民生活用水 以弥补降水量不足以及地表水资源不足的问题 今年是加州第三年遭遇严重干旱 日移严峻的旱情使得加州的水资源愈发紧缺 目前全加州有超过八成的土地陷入极度干旱 水库储水量处于历史最低位 旱情使得很多地方无法种植农作物 不少民众不得不抽取地下水 以弥补用水不足 事实上 在加州州长布朗签署限制私人开采地下水的法案之前 加州政府曾试图通过加强监管解决地下水开采问题 但拥有地下水开采权的居民还是会或多或少的 把开采出的地下水卖给当地的自由市场 而有专家曾担心 如果居住在断层带附近的居民 不断抽取地下水 可能会引发地震 防卫视国情经 徐涛 洛杉矶报道 美国亚利桑那州一家车厂最近打造出 全球第一辆3D打印电动车 取名为史特拉蒂 上周 在芝加哥举行的国际制造技术展会上 参观者现场观看了史特拉蒂从打印到组装的全过程 史特拉蒂是以碳纤维及塑料利用3D技术制造而成 据悉 全车只使用了40个零件 而打印零件与组装总共需要花费45个小时 史特拉蒂3D打印车是电动能源 最高时速达64公里 并且充电一次 可以行驶大约240公里 如果正式发售 价格大约为11万人民币 凤凰卫视李战青 加州报道 好 接下来看在拉美和加拿大的新闻重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来看今天每周快讯的具体内容 美国迷尼苏达州的一个新的研究报告显示 患有创伤后应急障碍症状PTSD的妇女 可能更容易对食物上瘾 在这项研究中 研究人员调查了超过4.9万年龄在25至42岁的女护士 询问这些妇女是否经历过创伤事件 研究人员认为 经历过创伤事件的66%的受访者至少存在一个PTSD的症状 研究人员还发现 这种疾病在那些患有PTSD的人中比较常见 患有6至7个症状的近18%的女性对食物上瘾 此外,研究人员还表示 患有PTSD的人可能使用饮食来应付心理带来的困扰 中国网络商务巨头阿里巴巴不久将上市新股定价 这可能是一次破纪录的首次公开募股 阿里巴巴的上市股价能够在美国股市周四关闭后确定 然后在周五纽约股市开张时开始交易 阿里巴巴上市将出售3.68亿股的股票 预计在股市开始数小时后会出现繁忙的交易 据行业专家估计 在每股68元的情况下 阿里巴巴上市会使公司的市场资本达到1700亿美元 此外,阿里巴巴在中国的网络销售中占据80%的份额 该公司处理的网络交易数量超过了亚马逊和eBay的总和 美军17号向媒体展示了在西太平洋美署关岛海域举行的勇敢之盾大规模演习过程 美国海军部署在日本横须贺基地的核动旅航母 乔治华盛顿号等两艘航母也参与军演 此次军演15号拉开帷幕 动用了19艘船船 200多架军用机,动员约1.8万名士兵 成为了美军单独实施的最大规模演习 报道认为,军演意在显示美军在太平洋的影响力 根据一项调查显示 全美有将近1亿3000万人单身 而且在全美50个州中 27个州的单身比例超过5成 调查中指出,全美的单身人士占的比例为51.2%,相较于1976年的37.6%,40年来情况已经逆转 在全美50个州中,其中以路易斯安那州与罗德岛最高同为55.7%,纽约州为55.4% 名列第3,人口最多的加州则也有53.5%的单身人口比例,名列第6 即使单身比例排名最低的犹他州,比例也有43.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看一组来自中国两岸3D的短消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 发表了题为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的演讲 习近平表示,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长期稳定的外部环境 南亚的发展前景光明,潜力无穷 中国愿为南亚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 习近平当天表示,中国和印度互为重要邻国 两国存在有待解决的问题,但应该相向而行 以以灵为善的原则积极主动研究解决 阿根廷媒体18号报道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讨论构建和平 据悉,教宗方济各其后通过阿根廷的中间人 向习近平发出私人信件 邀请他访问梵蒂冈 讨论如何在当今充满冲突的世界中 构建和平 梵蒂冈的工作人员表示,知习相关的媒体报道 但是目前无法予以证实 中国首批省级1500吨级维权执法船之一 中国海间7008船于17号下午在朱家间维权执法基地正式入列 成为浙江省敦级最大的海间执法船 这艘海间船的装备是目前所有海间执法船中最先进的 不但设置了直升机起降平台及驻降设备 同时配备了用于海上喊话的强音 以及用于海上搜救的强光 还有高压水炮设备 是中国目前最先进的装备之一 由于东海的海洋资源和海上通道安全形势严峻 海间船的入列强化了在海洋与渔业的执法能力 更有效地维护了中国海洋利益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要走开 欢迎回来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华尔街市场在星期四的走势状况新一四 美股早时一开盘就是跳高开出道琼斯平静工业指数 就是历史新高纪录的走势 随后全天都是出现走高标普500指数 也是靠上了历史新高纪录 收盘时倒是以新高纪录作收 那么今天市场的情绪主要是来自于 星期三联盟准备局的货币政策的支持 根据目前的最新的经济数据 也显示美国劳工市场 还是在平稳的复苏过程当中 但是低通胀以及经济增长的速度 还是给联储提供一定在长期保持低息的这样一个环境 另外我们知道阿里巴巴即将上市 在星期四的时候 一些科技类股出现一个反弹回升 主要原因是有很多经济经理 希望能够抢购阿里巴巴的股票 所以在星期一的时候 出卖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科技股的持股 那么实际上证明他们也有可能 没有机会进入阿里巴巴的原始股的收购 所以这些被抛出的科技股 在星期四就受到一些追捧 又被够回 罗素2000出现了全年最高的走势 而且是交通类股 在指数当天也是出现相当明确上升的一个趋势 那么星期四晚间和星期五全天 也有指数期间选择权到期的一个合约结算的 这样一个期限 所以有很多公司基金经理 又开始进行一个准备进行资金的调整 不过正风阿里巴巴上市 所以这个激进调整方面 对市场的泼幅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 不过星期四走势 冲显出了市场的信心 三大指数开高收高 以上是星期四情况 凤凤一时旁者 纽约报道 好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财经指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一起来看一则华星保险的短消息 加州全保最近给将近十万的家庭 也就是将近三十万的民众有发信 新的内容呢 是希望他们重新提供所有在加州合法居住的证明 那这分信里面有写 如果您在九月三十号之前 没有把所需要的文件交给加州全保 那您的保险可能就会被取消 那您所值钱所拿到的关于政府补助的部分呢 您也要在明年退税的时候把它补交进去 那另外您的保单在今年十月一号取消之后 您还会有接下来的几个月没有保险 同样您在这段时间内 还是要交一个tax penalty 也就是罚款 所以如果民众您有收到这封信以后呢 您一定要马上处理这封信 不管您之前已经有多少次向加州政府补件 包括送这个发送传真啊 或者是上网upload啊这些document 不管您之前多了多少次 您只要这一次有收到信件 您还是要重新做一下这一步的动作 那如果您是美国公民 您所需要提供的呢 是您的护照的复印件 或者是您在美国宣示入籍的宣示纸 那如果您不是美国公民 您可以提供您绿卡的硬印件 或者是您在美国的工作许可证 或者其他是可以证明 在美国有合法居留身份的证件 那在这里面提醒您 您可以自己在网上把这些 把这些所有的文件上传上去 那或者呢您可以把这些文件 传真或者邮寄给加州全保 那您也可以同时再找到您的保险经济 因为在保险经济手里 可能会有您上网的这些 上网的这些account 所以说您最好也可以让您的保险经济 再继续帮您重新做一遍 保证您所有的资料能够收到 好了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 观众可以随时登陆全新的iPhone1S.com 收看节目重播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凤凤每周新闻友 齐心同创 富足未来 富国银行 李新华翡翠金城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让Steve Farm和Alterman保护您 想更好迈进 世界品位东方魅力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超凡选择卡姆甘毅 分享让飞行更愉悦 长荣航空 纽纽约人寿 传家之宝 联合赞助播出 明镜需要旅选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互ites